小孩子的红色电动螺丝起子不会动了 交到何宽敏爷爷的手中 就绝对没有问题 只见爷爷快速拆下电池盖 换上新的电池 玩具马上就恢复运作 原来他只是没电了 换过电池 马上就回到小朋友的手中 继续陪孩子游戏 有的零件是比较用久了 没有弹性的疲乏了 他可以把它修短一点 让他的原型能够符合 这个原来的玩具的需求的尺寸 他这么脑筋一动 就把一件新的玩具又重生了 以前刘奶奶带着孙子 来到新竹市北区亲子馆游玩 发现有小推车推不动 就跟亲子馆自告奋勇 带回去给爷爷修理 一次两次之后 亲子馆有玩具坏掉 都来找爷爷帮忙 到后来爷爷干脆也来当志工 专门修理玩具 让小玩具重获新生 那么奶奶在填写志工申请表的时候呢 就非常主动的告诉我们 爷爷开武金行 何宽敏爷爷开武金行 那么他会修理玩具 家里孙子啊 很多玩具都是爷爷修的 那问我需不需要 我们当然非常欢迎 当下呢 奶奶就帮爷爷填了这个志工申请表 那也告诉爷爷 后来亲子馆很多玩具呢 开始陆陆续续的故障 那爷爷就来到我们馆内呢 帮我们看 帮我们修理 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 有这样热心 真诚的志工来帮助我们亲子馆 奶奶说有时候玩具 只是掉了螺丝 少了弹簧 经过简单维修以后 都可以再玩好久 而且这样也能传递 爱物习物的观念 让小朋友知道 要懂得珍惜玩具 我们都会机会教育 向下砸根 跟他说 坏了我们可以再修 修到不能用了 我们再买新的 结果我们孙子都接受 他说阿公 什么都会修 只要砸功就对了 什么会 阿公 玩具快掉了 阿公修你 十分钟以后 阿公就把好的玩具 交到我们手上 四个孙子都快乐得很 阿公修好了 阿公修好了 我们又不用买新的 我们就可以继续使用 这个玩具的重生 跟再生 他们也是热在其中 爷爷修理玩具的时候 奶奶就在旁边看 有时候小孩子 也围绕在旁边看 很期待爷爷 把玩具修复好的那一刻 何宽敏凭借着修理的专长 让孩子重视围绕在他身边 变成大家最爱的玩具爷爷 开播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